11月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惠特拉姆总理访华50周年,你这次访问可以说是成前起后既往开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两国恢复各领域交流,走上了改善发展关系的正确道路。 中澳同为亚太地区国家,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两国没有历史恩怨纠葛,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完全可以成为相互信任,相互成就的伙伴。 双方应该在世界大势的深刻变化中把握中澳关系正确发展方向。 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风险和竞争。 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机遇和合作。 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中,各国不是各自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中澳两国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共同构建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中澳关系,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好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国经济都面临不小挑战。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顶住了压力,稳定了规模,提升了质量。 中国发展仍然具有良好支撑基础和诸多有利条件。 中国将以自身稳定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带来宝贵的确定性。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小院高墙脱钩锻炼或者去风险,本质上都是保护主义。 违背市场规律、科技发展规律,也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潮流。 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这将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澳要在和平共处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在互利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充分发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拓展气候变化、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维护全球和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为两国企业投资经营,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两国政府要支持立法机构、政党、智库、青年、地方开展交流,为人员往来创造更多便利条件, 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助劳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 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搞排他性小圈子,不搞集团政治,不搞阵营对抗。 小圈子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小集团适应不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 对那些把亚太地区搞乱的企图,我们一是要警惕,二是要反对。 中方愿同澳方开展更多三方多方合作,支持南太平洋国家增强发展韧性, 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在开放包容中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阿尔巴尼斯表示,很荣幸在惠特拉姆先生访华5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近年来,中国在脱贫和发展方面取得惊人成就。 中国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使澳大利亚和世界获益良多。 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保持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人民同样有发展的权利,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始终持积极和乐观态度。 澳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有分歧很正常,但不应让分歧定义两国关系。 澳中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选择。 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积极推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密切经贸往来, 加强在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澳方愿同中方就南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地区事务加强沟通。